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你还要玩那个 应该算是我跟陈生 跟淑宝的真实合作 我那个时候挺能跟陈生 这样的共同去磨出 一种音乐的特质 这是非常可贵的 到现在我还是很珍惜 那那段时间我们决定 既然这么喜欢陈淑宝的声音 那我们就帮他写一首明天的词 如果能够延续那个感觉 跟那个氛围 能够一直走下来 而且抛弃那个脉速的压力 这样来讲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制造另外一种现象 比如说它不是爆起的 它就是用味道来留存的 所以当时大家心里都有这种共识 就不试图去赢过 或推翻前面的说法 所以其实大家在这场场面 应该可以感觉得到 很多的那个影子 当时李宗盛说 那一夜他喝了酒来找我 站在门外轻轻地哭了起来 究竟有没有进来呢 我就给他交代了 我就跟他说 他眼上的房门已经离开了 其实事情发生了 明天 明天还爱我吗 声音如此缠绕着我 仿佛过去不曾感觉 你是如此醉梦 但是就是当你在那个卡拉克 然后把他的歌这样完整完美唱完的时候 就会觉得自己挑战成功 就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喜欢 我喜欢唱的很多啊 就是 一生守候啊 你走你的路啊 那一夜你喝了酒啊 孤单啊 很多很多 其实梦尼斯顿是一张非常商业的唱片 真正我觉得去帮舒华改造他的那个 扭转他的这个 应该是在女人心那张 先转 转过来 先把整个方向转过来 再顺着这边走走走走 到这边才是收获的时候 郑凡在跟我合作以前 他就做一些广告啊 也就是 这是他第一次来做整个唱片 他对音乐 特别是他认真的程度 这样我们是睡在地上 每天编一点 编一点 编一点 把整张唱片编完 就睡在编每一个 现在也没有人这样做唱片了 就是说 编曲在那边编 制作人在旁边说 我不要这个 我要那个一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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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先睡一下 这样把整张唱片编完 所以这个是我们做唱片 也说也要靠一些运气 就是你找right person 最对的时间 对的素材 对的声音儿 对的计划 再次出现一个这样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痛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走你的路了 如果你 这个歌也很有趣 这个歌呢 我那时候想的 这个歌没有你够熟的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 无法停止追逐 我只有呢 因为我写这个时候想的是 罗时锋跟那个谁 那个林俗龙 真的真的 因为相信我 这个制作手段 因为整张唱片 你的有气质在什么 不是我不说这歌没气质 你知道 就都会女性的这种歌 已经够了 那我就想要写一个melody 我一定要写一个melody 是能够普罗大众都会喜欢的 这样 所以我跟他来唱 其实就是唱一个 国语版的林俗龙跟罗时锋的台语 这是一个蛮成功的 制作导向的 非常精密操作的 一个案子的典型 那我觉得在我自己个人的制作生涯当中 那个时候是算我从 以前的生命中精灵啊 忙与忙啊 就爱新欢 我一路开始在操作一个案子 怎么开一个案子 怎么去塑造一个案子 到神树华这个artist的时候 是我技术最成熟的时候 所以这张 到孟行时分这张是收获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终于将会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 我终于将会孤独的最初 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 我也只能为你祝福 如果你决定将这段感情结束 又何必管我在不在乎 如果我的存在只是增加你的痛苦 为何你不对我说清楚 莫非我早该知道我将会孤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 你走你的路 直到我们无法接触 我来说明天就会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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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明天就会发生了